这个2020跟我们想象的2020有点差距了 所以华政府如果换得更好 2020也是很高兴的 但是18个月过后 看起来我们迎接2020的那种心情不一样 尤其是我们华人的 我们的那个汉字出来是个骗 高票中选 大家都觉得受骗 所答应的憧憬没有发生 反正越来越糟糕 所以2020是一个 真的好像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新篇章 新篇章没有发生在2018年的选举 可能是2020 那2020也代表着一代人的一个梦想 到达了一个一个终点 也很奇妙的又是老马来见证 现在政府是非常不稳定 武统很吃香 甚至马号都很吃香 老总在国里很多人在找他这些东西 虽然我们自己有一个果子 现在我们两个都不错了 因为现在一个两个都起作用了 沙巴沙巴永远不懂 未来可能沙巴沙巴的政治是影响这西亚的走向 所以你应该这样的贪东西是指叫它跳槽 不是跳槽啦 这个现在我们不用跳槽了 现在是政党跟政党之间的那种 那种合作已经是充满变数了 所以我刚才说所谓的两限制 不一定就是西蒙对国政党 它可能有不同的组额 因为我们说离开大选实在时间不多 如果你以三年为准 甚至一年半 2020年到2021年的6月 甚至一年半的时间 这一年半的我们没有时间处理太多 这种党务的事情 更多的时间就是协助总会长和处理总会长 哪一个选区是我们有机会的 要拿下来的 现在就要紧赢了 你们有签订某个选区吗 还没有 现在这个竞选委会是 Dr.马罕顺在处理 过完这个我相信就会去全面focus 你看到我们的修改党章 你看到我们的整个代表大会的提案 都是全面备张 尤其是明年2020年 是一个新章 对马罕也好 对国阵也好 都必须要 作为一个全新的开始 以往的 你真的吸取了教训 你就要把它改革过来 那我觉得现在的 马罕是处于 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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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赢得多一些希望 现阶段了 但是 真正很难说 突然间真的换手相 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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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说了吗 会不会再度的上海之证 但是你们必须要有好的手相 人群 without that 不能 我们只能够多一些细位 我想不会有太大的矛盾点 因为 我们的细位很多现在 还没有跑过哥拉干 要重新谈判 是有很多地方要重新谈判的 有一些选拟的结构 你怎么开始谈 即将开始谈 即将开始 先是我们马娃内部先谈 然后果真再谈 就是明年会开始谈 明年 2020年就谈 因为我说 我们预计2021年为准 我们现在一年慢了些 明年2020年一定要开始谈 而且 当我们说 给多一点机会 年轻人并不代表 全部都是一定是年轻人 他一定是老中青 一些 还要看哪个人 如果这个人在当地 还是最有机会胜出的 Winable Candidate 他虽然是 年纪比较年长的 或者资历已经很久了的 他能够胜了 我们就让他少量 没有问题的 不一定说 一定是年轻人才有机会 不是 这个如果是传统判断议 会不会一些 就是马拉雅人多 可是你们又有机会胜了 后来有 没有 如果是我们有机会胜的 当然就是我们去打 我是看谁有机会胜的 如果是我们打的 但是我们就不可能胜了 那我们去谈谈 去交换一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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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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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